在这个如火如荼的娱乐时代 各种选秀节目的出现无疑成为了细精力气 作为超级网综的代表制作 乘风2024无疑引发了无数关注和热议 最近节目组刚刚杀清了四公环节的录制 结果让人惊讶又在清理之中 陈浩宜领衔的一组高分斗魁成为首个乘风一团 这无疑为整个比赛再添心的悬念 作为一个娱乐圈老把势 我也有一番独到的见解和评论 开局燃爆全场 是如破竹而出 851分的高分开局 毫无疑问令人们瞠目结舌 陈浩宇和袁亚维携手演绎王者般的开场 质朴却不失分寸 虽说这只是一首奖励舞台无需PK 但这般气势磅礴 开赛高光的模式着实令人印象深刻 虽然只是开场 但这般狂放不羁的风格实在令人耳目一新 不得不让人对他们刮目相看啊 奇葩赛制影之一 拉帮结派成重灾 赛制向来都是节目组的一大杀手剑 但这个四宫的赛制却让人嘖嘖称奇 从三宫829分的平均线 要求到可以保一名队友晋级 无补透露着明争暗斗的欣慰 什么狗血赛制啊 这不就是在鼓励大家拉帮结派 暗中较量吗 成何体统 张公公眼中 赛马场上的群差之争 向来便是丑陋的 可谁又能阻止这种 引人深思的赛制出现呢 于是呼 姐姐们不得不拥抱彼此 亲疏有别 着实让人审然一笑 唐秀PK正憨 群方剑把弩张 四组姐姐们齐开得胜 在897 865 868 875等高峰舞台上一较高下 七位 刘新族的华夏夺魁 蔡文静族热浪去聚季军 或许是离家太久 让人想起了古语曲中人散 诸位英雄所向披靡 人前一堂和气 人后岂不是暗潮汹友 明争暗斗 帮唱声猛威力 风骚近战舞池 而帮唱团的出现 才是节目的真正看点所在啊 孟家 薛凯奇等人赞以863 873 876分领衔 以为已是人生巅峰 可谁曾想到 王菲菲等人 竟以907分的高峰 开创新天地 男子军英姿飒爽 综横舞池无人能敌 分明就是一股 热血沸腾的英勇威力啊 换作古时 这般阵容不得引来一片哗然 张公公有理由相信 节目组不过是在挑动 世人对于花草财情的 无穷向往罢了 陈浩宇组 王者自有存心 其他三组看似 依然占据上风 但谁能阻挡 1782分这冠军般的 高分组合呢 陈浩宇堪称 王者本色 不仅勇夺成风一团宝座 更有望带领 全团孝傲后城 子子凶有秋贺 七通万里如虎 定能在后城 扬威大有作为 可惜人才辈出 总有人要告别赛场 蔡世云被无情淘汰 或许命里就该是个 插翅难飞的 小妖角情罢了 武功酝酿强功 锋芒出路端倪 眼下22姐姐均 以晋级武功 但接下来的 七V七V八模式 又将是怎样的新博弈 张公公有理由怀疑 节目组的赛制 别出心裁的用意 是要让姐姐们 在舞台上暴露更多本性 此举不斥 是要让群方 在舞台上互视毒手 争一口气 殊不知才是上天 最有意思的把戏 可即便如此 个人人气意图的分数 也将指引着 乘风二团出现的道路 刘欣一路领先 令她的粉丝无比欢腾 不料节目组 却有陷阱在等着她 节目组肯定不会将 人气第一的重任 交给刘欣 毕竟人气不等于实力 何况还有最终 夺冠的大奖 开在另一头呢 看来七微 或许才是 众人开年判的大热门 可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 何其凶猛 她能否笑到最后 还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网友的热议 太搞笑了 这明显就是在 制造话题和流量啊 我倒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不过七微 能笑到最后 我是不太相信 大家都知道 人家能力有限 也有网友认为 我就看好陈浩宇啊 从一开始的高分开局 就能看出她的实力了 只要后面发挥正常 我觉得她是很有希望的 不过人气环节 会不会给她制造麻烦呢 还有网友认为 我支持蔡文静 她是真的很有实力 只是稍微差了那么一口气 不过武功 既然是三三两两的模式 她如果能分在 一个有力的小组 我觉得她还是很有机会的 另外一个人 人气也会成为一个变数 她的人气 虽然不算太高 但也还可以 希望节目组 不要太偏袒那些流量明星 不过这种选秀 节目本来就存在 不公平的地方 我们只能期待 节目组能尽量公正一些 总的来说 四公的结果 还是让人觉得很劲爆 充满了无限悬念和看点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武功会上 演出什么样的精彩对决吧 狭路乱斗方显英雄本色 武功即将拉开序幕 戚风无疑将达到 前所未有的白热化程度 究竟谁能笑到最后 才是最大的看点所在 或许人们期待看到的 正是在这种狭路相逢 勤勇为胜的环境下 才能彰显出真正的英雄本色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 我们当然希望看到 实力与人气双双兼备的姐姐脱颖而出 但同时 我也希望节目组能够秉持公平正义的态度 不偏不倚地评判每一个选手 只有这样 整个比赛才能真正体现出公平竞争 人人出彩的意义所在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 这种狂热的选秀氛围 也折射出了我们当前社会 对于娱乐和名利的狂热追捧 人们总是将过多的关注聚焦 在这些夺目的事物上 而忽视了生活中更多值得关注的内容 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 这种追捧背后的价值取向 是否有失偏颇 选秀归选秀 但生活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也许我们更应该关注内心的渴望和精神的升华 而不是过多的沉浸于这种荣华富贵的幻象之中 总之 《乘风2024》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有趣的观察和思考 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的比赛 观赏姐姐们的精彩演绎 但同时也要保持理性的眼光 不为肤浅的娱乐所获 姐姐们的帮唱环节也是让我眼前一亮 特别是王菲菲帮唱的陈浩宇祖 直接拿下了本季第一个900分的舞台 因为这首歌的表演真是太精彩了 让人忍不住想要跟着节奏一起摇摆 这和去年的闭嘴跳舞有得一拼啊 看来这一季的姐姐们都是实力非凡啊 经过这场激烈的四公录制 最终确定了《乘风一团》由陈浩宇带领 这个结果既是意料之中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陈浩宇作为新人能够在众多实力姐姐中脱颖而出实属不易啊 而蔡世云的淘汰也让人感到惋惜呢 不过这就是比赛嘛 有人欢喜有人忧啊 陈浩宇作为《乘风一团》的队长表示 将继续努力带领团队走向更高的舞台 这份担当真的很让人佩服 而蔡世云在淘汰后的感言也让人看到了她的坚韧和不舍呢 这些姐姐们无论是在舞台上 还是在生活中都是那么耀眼和坚强啊 回想起这场四公录制真是看点十足啊 从陈浩宇和袁亚伟的经验开场到四组的团秀PK 再到姐姐们的帮唱环节每个瞬间都让人难以忘花呢 而最终的结果也是实至名贵啊 陈浩宇一团我们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发光发热哦 说了这么多是不是还没过瘾呢 别挤武功的录制已经在路上了 到时候又会有哪些精彩瞬间等着我们呢 陈浩宇能否继续带领团队创造辉煌呢 蔡世云的离开又会给节目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哈哈 这场四公录制也让我对成风2024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期待呢 不仅看到了姐姐们的实力和才华还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呢 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关于梦想关于坚持的旅程呢 所以啊无论结果如何这些姐姐们都是值得我们尊敬和喜爱的呢 最后我想问一句哈 大家觉得陈浩宇和袁亚维的愿雨仇是不是本季最佳舞台呢 还有啊 你最喜欢哪位姐姐的表演呢 我个人是超级喜欢他们俩的表演的啦 眼中闪过一丝脚下 细细的笑别忘了点赞 转发和评论哦 让我们一起为这些勇敢的姐姐们加油打气吧哈哈